香港的專利巴士服務 在香港時間2012年5月9日凌晨時分揭開新的一頁 有63年歷史的無冷氣巴士服務 在今日5月8日最後一日在市面上行走 這些在香港俗稱熱狗的無冷氣巴士 全香港只剩下25架 全數由九龍巴士公司擁有 九巴在1981年開始試驗空調巴士服務 在1990年試驗成功後 就全速進行空調化工作 到了今日只剩下四條路線 還有熱狗巴士行走 吸引了大批市民和交通迷 在還有熱狗巴士出現的車站 免還一番 明天開始開冷氣 不就好 不就好 怎麼好發 沒有那麼熱 有沒有不捨得 沒有 我們做當然是看冷氣車 回去洗澡也沒有乾淨 開完就臭了 哈哈哈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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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給你什麼回憶 呢 做不了 開心 尔 조�人工 有沒有不捨得? 沒有不捨得 時代進步就是這樣 在九龍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 全日都有不少市民和遊客 在5A月台前拍照留念 入夜之後拍照的人越來越多 不少人更加提早幾個小時來排隊 坐熱狗巴士的尾班車 想爭取最後一次乘搭尾班熱狗的機會 因為這些東西如果逼不上車的話 自己覺得是一個遺憾 凌晨過後這一刻終於來臨 由於今天來乘熱狗尾班車的市民實在太多 九龍尾班車的市民實在太多 九龍尾班要臨時加開班次疏到乘客 隨著巴士越來越接近藍田廣田村總站 歷時近大半年的寬鬆熱狗巴士活動 進一步推向高潮 車剛剛開的 你試一下看看 謝謝你 好可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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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2012年5月9日凌晨1點20分 最後一班熱狗巴士到達藍田廣田村總站落客後 隨即返回車廠 標誌著63年歷史的熱狗服務 正式畫上句號 獨立新聞傳訊記者 盧紫陽 浪挺報兜 浪挺報兜 去年8月8日凌晨